以色列政客要报复法国 贸然出招 让以色列的处境更加的尴尬 不仅让马克龙抓到机会 那么一些观望的国家也会蠢蠢欲动 大家好 我是马超 本期节目我们来说说以色列对法国的报复 以色列正在推动的军事行动 是严重的损害了西方国家的价值观 很多之前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国家 对以色列的态度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而法国就算是其中比较明显的国家之一了 马克龙现在不仅支持国际刑事法院 逮捕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还不允许以色列企业参加在法国举行的 欧洲国家防务展 那么这就意味着 以色列无法借这个机会 推销自己的武器 也无法与一些参展商进行接触 那么看到法国的禁令 以色列决定展开报复 只不过酝酿了这么久 本以为以色列会使出什么狠招 结果反倒是让自己陷入到了一个更加尴尬的局面 根据最新的消息报道 以色列一名地方高官就要求市政维护人员 立即停止为法国领事馆大楼提供清除垃圾的服务 以此来报复法国 我们先不说这种报复方式 能不能对法国造成对等的伤害 而最尴尬的是 这一题还没有被采纳 尽管这名以色列高官谴责了 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背叛行为和反义行为 还声称马克龙的目的是伤害以色列和以色列工业 但是他的目的并没有达成 这其实也能说明一些问题了 以前以色列之所以被称为中东小霸王 那就是凭借着一股谁也不服 说干就干的狠劲 不会像现在这样这么瞻前顾后 最近一段时间 内塔尼亚胡不仅是解散了战时内阁 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火药味 也是越来越浓 黎巴嫩真主党发布了一条长达9分钟的 无人机拍摄的视频 这个视频画面就展示了以色列北部重要城市海法的港口和机场 这个挑衅和威胁的意味是非常的浓厚的 那么最重要的是 真主党并不是处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面 它可以源源不断的获得物资 以色列现在连哈马斯都没有搞定 那么一旦选择和真主党交手 估计会更加的被动 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 现在也没有像之前那么坚定了 所以我认为以色列目前的精力 主要还是应该要花在这些地方 如果这个时候还要去挑衅法国 这会让自己的处境更加的尴尬 只不过有些人还是高傲怪了 个别以色列政客似乎没有认清形势 或者说也不愿意承认 最终也是不可避免的 落得了一个自取其辱的下场 除此之外 他的做法还暴露了以色列的枪里 子弹可能已经不多了 之前是放狠话 但是不出招 那么这样法国可能还会忌惮你以色列一分 但是现在突然急不可耐的开了一箱 但是是一个哑蛋 别说法国会变得更加的自信 那么估计还有很多在观望的国家 也要怀疑以色列手里到底还有多少颗真子弹了 国际博弈里面讲究的是一击必杀 能不出手的时候就尽量不要出手 出手宛如儿戏的话 所要付出的代价 有的时候可能是自己都无法预估的 好了 本期节目的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 针对以色列方面的行动 法国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别忘了点赞转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